但是你们想一想 万一兵败 惹恼了金人 难道又要再一次让朕到海上去生活吗 皇上 襄阳乃在上游 金带无数 朝廷若得知 则进可以对付盗贼 退可以保全送进 只是目前这几个地方都在贼寇的手中 皇上 还是将其拿下为好 皇上 扳指为上 好吧 朕就赌一赌 这次大宋的气运如何 就看这一仗 但是到底派谁去领兵呢 两位亲家 你们觉得韩世忠如何 好 韩帅刚刚经历了丧妻之痛 现在让他带兵恐怕不太合适吧 之前岳飞已有准备不如就让岳飞被上 皇上 赵鼎大人曾经对微臣说过 他说知上流利害者 没有人比岳飞强 由此可见 让岳飞去收复六郡 应该是众望所归 秦桧啊 朕口谕 你来执笔 遵旨 其一 金蝉岳飞兼智智京南 智南镇幅使私军马 敢由岳飞节制 两位秦家 看看这道旨意还有何不妥之处吗 皇上此旨龙恩浩荡啊 岳飞若不从旨 那可是三尊菩萨两株香 往后没他的份了 皇上此道欲指 真可谓千金万宝 皇上此道欲指 若是稍作推敲 便可成为绝世之章啊 怎么个绝世之章啊 说来听听 皇上 为了确立岳家军 投入此番战事的崇高权威 那你还要确实 好 娘 皇上 就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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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有点话设天足呢 大凡作战之道 未战之时养的是财 将要打了养的是利 开打了养的是气 以使唤之权给岳家军 这样就是给那些临阵的将士 盛养齐气 秦相国所言极是 尚可 天爱卿你说下去 皇上指约 金差岳部军马于脉赎之前 错置收复尚树周郡 不得有误 为者言成不歹 皇上 岳家军立军之根本 便是功必克 仗必胜 可是现在该部还没有功 还没有战 皇上就先以这言成不歹 四个字为之警告 那就是说 还为养齐气而先杀其威啊 岳飞面对这两句话 肯定会觉得 他与朝廷之间 才真正如皇上所说 锦蛙不足于海 夏虫不足于兵 书生不足于权益之变哪 有礼有礼 这叫大兵未动 棒鹤当头 难怪他一首小重山写什么 要把心事付给姚秦 什么知音少 弦断没人听哪 好吧 朕既然已经让步 那就让到底 把最后一句删掉 皇上英明 皇上英明 朕一直以为秦爱卿 与岳飞之间颇有嫌隙啊 怎么今天处处为岳飞争上风啊 弄得朕还以为秦爱卿 得了岳飞什么好处 皇上 上书曰 人之有计 若即有之 人之艳胜 其心好之 那就是说 岳飞他富有上将之才 便如同 我秦桧身上也富有此才 而庆幸苦 岳飞为人处事 有超凡入圣之作为 那我秦桧 也应该好心好意 为他设想 岳飞有上将之才 秦大人就有伯乐之志啊 不敢不敢 皇上才是群臣的伯乐 各位将士 襄阳六郡 地势险要 为齐 表面上是大齐 实则是大金 我们要把六郡收回 才能有效地拦截金人南下 天下太平 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也是千千万万大宋老百姓的希望 这个希望 就要靠大家来完成 把这种群伯乐之事 是哪个大宋老百姓的 现在我们要把这些人 一个人的余将来 从与军人的余将来 一切大人的余将来 一切就要到夕了 上五郎的余将来 是将军人的余将来 为余将来 他将军人的余将来 他将军人的余将来 苏将军人的余将来 我将军人的余将军人的余将来 你放心去吧 小王 照顾好娘 我会的 娘 孩儿走了 好 爹 回来教我练拳 爹 爹 爹 回来 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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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爹 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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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起精神来 跟上 老娘 桂娘 我问你啊 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布奶奶 我老牛什么为人你还不清楚 记住啊 你要是不信 我现在就把心给抛出来 你看看 我跟你说 你走了 若是有人欺负我怎么办 得了吧 这谁敢欺负你啊 你不欺负别人 这就算烧高香了 老牛 放心 没人敢欺负你 等着我回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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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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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是 佩帝的粮草也非常有限 似乎朝廷并不赞成我们去攻打六郡呢 此刻我们已经是建在弦上 不管朝廷怎么说 都要把六郡拿下 找我老牛的想法 就应该尽快动手 这一旦拖得太久了 粮草可就越来越少了 不是拖不拖的问题 所以想要打胜仗 就要好好部署 昨日我派了太白军前去打探 此刻应该就要回来了 六郡里头 襄阳一定是首要 这毋庸置疑 但郢州的首将荆超 是伪齐的大将 据说功夫也很了得呀 越是在粮草紧张的时候攻打六郡 就越需要十分谨慎 所以我才要踏白军 谈些详细的情报回来 待他们取回了六郡的军事分部 我们就可以定下攻打的日子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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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帅 各位将军 前日我等奉令前去韦齐查探 且有军情回报 大帅 在下负责查探隋州城 地处韦齐南端 是映州之后第二个中城 兵力一万 但因为常年有映州在前头折挡 少有战士 士兵经验不足 守将生性粗弼 个性莽撞 不惜用兵之法 王贵听令 大哥 你带兵宫隋州 带五千人马即可 到城下之后 引他出城 直接砍杀守城大将 得令 大帅 大帅 在下负责查探的邓州 位处东南 此次听说岳家军要攻打六郡 大金派兵支援 为其已将部分金人的兵力 排在了邓州 杨再兴听令 大哥 杨再兴 你带一万人马去攻邓州 此地虽有重兵 但距离其他几处城池都较为遥远 信息不差 可夜公知 好 岳帅 在下负责打探的是襄阳 正是伪齐刘裕的老巢所在 此地在防御方面 虽无天险可守 但有其他五郡在前方遮挡 加之有金人重兵巨手 可谓一手难攻 另外 颖州与襄阳互为几角 颖州的首相 京超 人送绰号万人敌 在战场上为刘裕立下了赫赫战功 此人切不可小觑 牛稿听令 在 你带兵一万 在襄阳城外驻扎 打完影州之后 我与你在襄阳会合 大哥 你大人也不知有了 你不认为 他就不认为 老兄 你们朋友 我去以后 他必须把大人称之吓 当下 他不认为 你不认为 作主 口号 草 拿 少六郡杀京朝 少六郡杀京朝 江士们跟我杀贞杀不杀 杀杀杀 杀 杀杀京朝 兄弟们 你们上阵杀敌的机会来了 夺映州 杀金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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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出来 兄弟 杀 快走 走 谢叔 赵叔 跟我去 好 小心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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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打进去 杀 杀 驾驭迪 快 啊 救命 走 你 你就是岳飞 听说你经抄人称万人 你不认识 你就是岳飞 交手之后果然名不虚传 你是个将才 若能弃暗投名为朝廷效力 本帅就法外深 饶你不死 饶我不死 老子 老子需要你饶我不死吗 你现在已经别无选择 还望三思 好男儿 应该战死沙场 进攻立业 我岂能为了活命 苟戒投尚 将军 天王王大骑 大骑 大骑 能不能 天王王大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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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岳家军奉命收复襄阳六郡 经过两个月的奋勇厮杀 先后拿下来 邓州隋州影州等地 随后带人马杀笨襄阳府 这襄阳府乃是尾棋的大本营 尾皇帝刘豫一听 就吓坏 是啊 岳界军英勇无比 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京朝军队一天就全军覆没 他打都没敢打 苍皇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战斗中 岳界军里涌现一名小将 谁啊 他就是元帅岳飞 岳鹏举之子小将 岳云 您别看岳云年级不大 今年才有十六岁 跨下马掌中一队大锤 永贯三军是力大无穷啊 公关得债 杰足先登 论他的勇猛劲 不赐予他的老子 这是清除于蓝 赦于蓝 兄弟们 这次能够清取襄阳 全靠诸位同心协力 我以茶代酒 敬各位一杯 好 吃啊吃啊 来来来来来 帮他说 来来来来来来 兄弟 当着啊 兄弟当着啊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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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兄弟们 听我说 当初咱们打襄阳的时候 还以为刘豫的城池是铁打的 没想到 被咱们一脚就给踏破了 好 兄弟们 这次功劳最大的 当属岳云 他们上阵父子兵 把这个京钞打得一个落花流水啊 对 京钞藏壁当车 那得问问小爷手里的双锤 大不答应 对 好 爹 我早就跟你说过 要是您能早点带我出来的话 说不定现在 我就能跟几位叔叔们一样 都是大将军了 对 好小子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啊 都大伙子到手 大哥 年轻人力的头功 一时口无择眼 你就别怪罪他 是啊大哥 来来来来 兄弟们 羊腿来了 我来给大家分啊 来 王贵 这个羊腿啊 应该是大哥分 大哥 谁的功劳最大 给谁多吃点 对不对兄弟们 好好 那就由大哥分 好 对 我来分 杨猫子 你夜宫邓州 功劳最大 哪个 谢大哥 好 好 大哥 好 王贵 大哥 功隋州 你大功一剑 给你一个 谢大哥 张县 功入颖州 大功一剑 你一个 谢大哥 好 好 张将军好人啊 诸位将士们听着 这次功成 每一位将士的功劳 我都会如实地上报朝廷 到时候 江少大家都有份 好 好 谢上 谢上 来 兄弟们 干一碗 好 来 这羊腿好香啊 来来来 吃啊吃啊 不吃点啊 好 大哥 你看小名字吧 捷报 八百里捷报 捷报 捷报 八百里捷报 捷报 八百里捷报 捷报 万岁 万岁 八百里捷报 又有捷报传来 是 念 七月二十三日 岳家军顺利收复襄阳 至此六郡之意大获全胜 好 好啊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八年啊 八年来头一次啊 皇上 皇上原本预计 岳家军完成六郡之意 须半年之久 时下岳家军仅已七十八天 便将六郡收复了 其士气之盛 行动之快 实在出人意料 从此 我军得以控扼长江上游 东 可禁元怀西 西 可连接川山 南 可屏蔽湖广 北 可屠富中原 所谓义军深入 万夫莫敌啊 是啊 这次顺利平定襄阳 岳飞确实共不可没 朕以前只知道岳飞行军布阵 纪律严明 今天朕才真正体会到岳家军闯关破敌 岳飞行军 赌承 在战场上他们得不到奖赏 反倒吃不饱肚子 还要拼死拼活地为皇上夺回六郡 今天这词 均该改成事 大义当前必有永夫啊 如果真如张将军所说的 这责任应该是你照顶的了 不错 朕发下的良想不多 可这次发下的梁末 应该是绰绰有余啊 皇上 这确实是微臣之国 微臣之国 岳家军行动不电 梁末运输追捕不上 沿途又屡遭流寇抢劫 确实损失不小 微臣已经责成相关蛛丝 大力改进 务使做到 军中无恶嫖 库中无存粮 皇上 皇上 带岳飞还朝 应该风风光光地办一场庆功宴 好好犒赏朱将啊 秦大人 那是一定的 诸位 统统有份 谢皇上恩典 秦大人 刘豫又向我们告局求援 各位淑王有什么主意 我们该不该发兵去救 先帝帝刘豫 这是下班的 让我们大金休养生息 如果刘豫没了 中原那么大的地盘 很难统治 大宋夺下六郡 就像一只脚踩进了我们帐篷 他们想进则进 想退则退 咱们在这里吃饭喝酒 还能安心吗 你的意思呢 平日里都是老大老四在主意 这打还是不打 当然要看老大的意思了 大将军 你有什么主意 我就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平日里你不是成年喊着打呀打的 怎么今日不打了呢 当初我就说不要丢刘裕 不听 刘裕是什么东西呀 刘裕就是我们养的一条狗 放狗出去咬不了人 反倒要我们去救 这什么道理啊 荒唐 道大 咱们养的狗 在外面里面有什么东西 不认为被人打了 咱们帮他一把 不是应该的吗 大将军 我觉得四太子说的有道理 道理 要打你去打 反正我不去 这个沾寒也太过分了 眼里还有没有皇上 对不起 啥 为什么 你还吃 竟然要是败了 消息一旦走路出去 我看你以后还吃什么 咱们连人头都难报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不正在想吗 皇上正在兴头上 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 那也得说啊 兵法有云 奇迹如风 奇虚如林 若时机未到 则不动如山 那也得说啊 那什么时候到 对了 昔日今天来看你 你没在 他不是在怀惜吗 来干嘛 他父母都病死了 他不来找你这个义父找谁啊 你给他安排一下 他现在可是一身的好武艺 皇上 皇上 皇上你怎么了 没事 我给你倒杯水 皇上 喝水 皇上 你以后少喝一点酒 朕自从从海上回来以后 沾一点酒 骑魂马 腹内就翻江倒海的 幸好现在是太平盛世 皇上无需在漂泊海上颠沛流离 明日臣妾让太医配几个方子 皇上只需要好好注意调养 便无大碍 朕哪 是个不幸的皇帝 继位以来风雨飘摇 但是另一方面 朕又是个幸运的皇帝 有岳飞 韩世忠 秦桧这样的文武大臣 来辅佐朕 这次能够倾取襄阳 可是立国八年来 头一次收复这么大一片失地 你说 朕怎能不高兴 怎能不喝多啊 六郡回归 确实人心沸腾 后宫的嫔妃们听说了 都替皇上高兴呢 一个个开心的像过年一样 倒是的 你们可以看吗 我们真的可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